各位 今天是否來廣東話 是否來互相支持大家 我們今天是以我們劇集中的角色 做一個最強的陣容 去幫我們的劇撐腰 Limbo Q成的Selabat和KK 對 今天老闆會否滿意 先試一下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興趣 我覺得我們做議員 當然希望會獲獎 但我覺得是平常心 能夠入到10強已經當成贏了 很開心 很開心 要再參與一下 當然 如果贏了當然是 輸了也不要緊 要拿個經驗 如果拿公項正度 我們會有興趣 如果贏了會怎樣 如果真的贏了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叫阿貞哥開個續集 或者電影辦都可以 好 但要考慮我們做的 對 對 對於你個人的獎項 例如說Monica你的最佳女主角 又是你最佳女配角 有沒有信心 到這一刻為止 你有沒有信心 我覺得信心是有的 但更多的是我想去體驗這次 很特別的第一次 還有高層很享受今天 這個很美好的氣氛 我覺得是 信心一定有的 但沒有信心一定會贏 有信心是一步一步的行動 因為我那個年代 就是沒有事替事後的選舉 我也是很後期 最近才知道 原來我自己做的一部電視劇 《人在邊緣》 竟然在TVB開台以來 是收視最高 而最後是做到現在 沒有人可以打破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今次有這麼多年 終於回來TVB開台了 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入到十強 我很希望開開心心地去面對這件事 如果輸了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開心 好